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密歇根州委因縣選舉委員會 他們就著是否認證今屆總統大選結果的決定 就出現了非常戲劇性的進展 這個選舉委員會 其實只是由四個人來組成 分別有兩名共和黨員 和兩名民主黨員 昨天早上有一宗很轟動的消息 就是這個委因縣的選舉委員會 經過一大輪的討論之後 最終以2比2這個比數 沒辦法通過這個選舉結果的認證 因為要認證的話 就需要過半數選委通過 若然通過不了的時候 會有什麼情況出現 就是整個委因縣的選票 就不能夠 納入密歇根州的計算範圍 好了這個委因縣有什麼特別 是要特地拿出來說 因為這個縣的選舉結果 是足以扭轉整個密歇根州的選情 首先來講這個委因縣 人口很多 有175萬人 是美國 全國排名第19多人口的縣 而縣政府的所在地 正正就是位於底達律師 好了 在這個縣裏 現在所開出的選票 究竟的分佈是怎樣 原來委因縣的登記選民 就有140萬人 收回的選票 就是878000多張 好了 拜登的得票 就是597000票 特朗普的得票 就是264000票 拜登在這個委因縣 就領先了 33萬2000票 大家就看到了 這個縣 其實對於 拜登來說 是很重要的 非認證不可 好了我們又看整個密歇根州的情況 密歇根州來說 拜登的總得票 就是279萬6千票 特朗普的總得票 就是265萬6千票 大家就看到 其實拜登只不過在全個州 領先特朗普14萬6千票 如果這個委因縣 是認證不到選舉結果的話 基本上整個州就是會翻紅 大家聽到這裡 都會奇怪 整件事的發展 又怎會這麼順貪 沒錯 後來這兩名不肯認證選舉結果的委因縣選委 就遭到幕後黑暗勢力 和奸人出來 死磋爛磋 對他們實施了極限施壓 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他們就 礙於無比的壓力之下 轉軚 但是 到了今天 情況又出現了一個 曲折離奇的進展 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昨天早 出現了這個不肯認證選舉結果的消息之後 那群黑暗勢力的 爛坦和賤人 就一隻二隻 袍頭 他們竟然在網絡上 公開了這兩名共和黨籍選委 他們的個人家居住址 以及 家人的訊息 包括了 他們小孩子 究竟就讀哪間學校 都被人放上網 對於一個 選委來說 當然是非常大的 心理威脅 你把人家所有的消息放上網 到底你是 意欲何為 你是對他有什麼的企圖 肯定就是不懷好意 你公開別人這些事 雖然暫時說未有行動 長遠來說 誰敢包 另外 在底特律具有相當影響力的 一名極左派民主黨選舉觀察員 叫做Stabler 他就在一場網絡會議當中 猛烈攻擊這兩名共和黨籍的選委 這一名Stabler 其實也是在底特律 其中一個 擁護Black Lives Matter運動 和Antifa運動的一個重要人物 他這樣去攻擊這兩名選委的時候 到底是否想煽動他的支持者 就是動這兩個人 很難說 另外 有一名密歇根州的 眾議員 是州的眾議員 就叫做 艾亞什 他又在這一場 的網絡會議當中 對這兩名選委 作出威脅 他說 希望你兩位 想想 你們的孩子 是回哪間學校 你說這些說話 無非 對他們作出了心理威脅 是不是 說還說 你說別人的小蚊子 做什麼 這些是非常 有問題 超越了道德的底線 剛才說別人的子女 你真是 好了 特朗普知道這件事以後 馬上就在Twitter上 就出面了 特朗普就說 錯了 這兩名共和黨籍的選委 起先 反對這個 認證選舉結果 後來 他們遭到非常 惡毒的威脅 恐嚇 迫使他們 要改變主意 但是 作為愛國者的 他們 仍然 拒絕 在這份 文件上 簽字 那個選區 有百分之七十一 是出現了問題 最後特朗普還勒令 叫那些人 停止對這兩名共和黨籍的選委 進行騷擾 好了 那麼究竟 這兩名選委 他們怎麼來判斷 這個選舉結果 出現了問題 別人是給出了非常 詳盡的說明 並不是 什麼黨派之爭 或者是純粹因為 要支持特朗普 如亂來 不是這些情況 希望 評論員 不要弄錯了 不要亂說 好了 這個委恩怨 出現了什麼 選舉舞弊行為 比如說 那個投票人數 竟然間 跟那個簽導人數 是不相符的 這個已經是有問題了 是不是 即是說那些票 是突章的 大相公的 那怎麼搞 那些人從何而來 是不是後期 在點票的時候 放下去 好了 另外 選舉的工作人員 就被命令 不去核實 郵寄選票上的簽名 亦都不追溯 究竟郵寄選票的日期 是什麼時候 就是郵戳 是不是 你只是亂來的 煩惱說 有啊 那張郵寄選票 你走去點 那有屁用嗎 好了 還有就是 就算那個選民的名字 沒有正式在那個 正式選民登記 拆上 也好 那張票 都被計算在內 好笑了 選民登記 拆上你的名字 你就去投 那就死定了 是不是 一個人拿10張假證 那他就投10次 啊 另一個問題就是 有部分票站的選票 當他們要運送到這個點票中心的時候 竟然沒有放在一個密封的選票箱裡 這個比香港的情況更加不堪 是不是 大家知道香港有些偏遠的鄉郊票站 為了不要讓人知道那些選民的投票取向是怎樣 於是乎要集中在一個地方來點 一定是要封好這個封條 然後票站主任就會在封條上簽名 這些都是勵行公事來的 這樣也不做 你很離譜 在運送過程當中 你怎麼擔保不會有人偷龍轉鳳 或者不會有人放一些私貨 是不是 最後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在偉恩縣裏頭 大部分選區所收回來的那些選票 竟然是超過 發出的空白選票數量 喂 這個完全就是有問題 是不是 你派出去 比如說一萬張票 你收回多過一萬張 那些選票突章 從何而來 這些還不是出籤 如果麻雀館 這些要被人劈 哪有可能會突章才行 你最多都是投到百分之百 那個選票 是不是 你還突出來 難怪別人是不肯認證的 他也要對得住天地良心 泥水佬做門 過得到人 過得到自己 剛才說的那些東西 他都可以 可能是隻眼開隻眼閉的 這些簡直就是離譜 是不是 收回來的選票 用多過發出去的選票 啊 找笨嗎 是不是 所以呢 難怪他們 初頭是不肯認證的 當然 後來被人 威逼之下 沒辦法了 他們也是 說要認證了 但是呢 這件事到今天 又再出現了戲劇性的進展 今天呢 這兩名的選委 就走出來 見證了 他們呢 雖然 就是初頭是有轉軚 但是呢 他們就說 為什麼轉軚呢 其實就是因為受到了非常之嚴重的 極限施壓 所以他們才會這樣做 現在他們就出來說 其實呢 他們要撤回這個認證 換言之呢 我相信極有可能 又會有官司打的了 因為現在出來說要撤回 他們那個的所謂認證根本上就不是在自願的情況下而作出的嘛 是被人家這樣來租質 被人家公開了那些小孩子讀哪家學校 好了 現在人家說 不行啊 過不了自己的良心那關 真是這次 天地有正氣啊 肯定呢 入到法院的時候 如果那個法官 有多少良知的話 他都知道應該是怎樣判決啦 是不是呢 我相信呢 就算是州法院的層次搞不定也好 特朗普的陣營都會上訴到最高法院的了 聯邦最高法院 希望到期時的裁決是會伸張到正義啦 看就這樣看吧 除了說 在密歇根州出現了這件這麼奇怪的情況之外 在威斯康星州都是出現了一些離譜的現象的 那麼大家都知道了 特朗普的陣營在幾個具有選舉爭議的州當中 他都是要求 那個州是要重新點票的 本來其實這幾個州的法例都有規定 如果雙方的差距 是少過某一個數字的話 就可以自動重新點票 那個是免費的 但是現在 那些選舉舞弊行為實在太強了 做到剛剛超過了那個 法定的範圍 於是如果要重新點票 就要問特朗普陣營拿錢 那麼這個特朗普陣營沒有辦法了 他們在威斯康星州也入了紙 說要在其中兩個特別嚴重選舉舞弊行為的縣 重新點票 這樣就已經花了300萬美金 371、384 即是要花了2300多萬 你死不死 這些叫做未見官就先打50大板 唉真是 好了 重新點票的時候 威斯康星州選舉委員會就走出來做駕倆了 他們搞什麼呢 當他們宣佈了要重新點票以後 竟然間就私下走去修改那些 點票的規則 他們怎樣改呢 比如說在今次要重新點票的其中一個縣 那裏 那裏有20多萬人在新領這個郵寄選票的時候 竟然間是沒有核實過他們的身份證明文件的 就發了一張票給他們 那你是不是亂了 難怪那些死人又可以投票 難怪 進入一張的申請表 現在這個選委會就說 不要查了 那張表不要查他有沒有填過 你這樣也行 那你什麼要為之重新點票 重新點票的意思 不只是看到現在有的那張選票 他投給誰 然後 照數一次 如果是這樣就不需要重新點票 你是要逐張票去檢查 包括就是那些郵寄選票 究竟他是否 是通過一個恰當的途徑來發出 你就是要查他有沒有填申請表 或者有沒有核實他的身份證明文件等等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當那張郵寄選票回頭的時候 你又要查一下 究竟那個郵寄的日期 是不是過了那個大選的日期 或者州的選舉委員會所定的日期 另外又要查一下 到底那張選票上哪個簽名 是否是那個 選民真正的簽名 還是阿豬阿狗亂的 或者歸下去 這些才是為之 一個 有意義的重新點票 你這樣點票 你點票還是點人 現在是老點 老點了 特朗普陣營給你兩千多萬 人家是否這樣亂 我就真的認為 很大問題 雖然在喬治亞州的點票 即是 縱然特朗普說沒有意義 其實我都說沒有什麼意義 不過都找到五千多張票 是之前點漏了 希望威斯康星州 都有一些突破性的進展 但是看上去就很難 根本上就是有一個偏頗 你怎樣點票 這樣為之點票 你現在是屈人家兩千多萬 現在是 幸好喬治亞州不用錢 否則特朗普真是 乾糖 這樣搞法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